而至于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今天也出席了一场医疗研讨会 被问到12月10号的电视辩论会 他信心满满 说自己会冰来降党 水来吐烟 不过呢 谈到了最近高规格的维安配置 他显得很不习惯 甚至还自曝说 国安局里面有人企图用电磁波对付他 怀疑自己遭到了监控 身上影响台 林瑞雄这回不是副总统参选人 而是变回了林教授 为医疗人员争取权益 林瑞雄谈起自己的专业议题 滔滔不绝 不过下个月10号 要和蓝绿其他两位副总统候选人 进行辩论 在政坛变菜鸟的林瑞雄 有把握吗 我冰来讲 水来吐烟 没问题 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打 我三十点文第一都可以打 我这回特别到南部左一站 他们漏洞百出 因为过去的政绩 表示他们都不是适合人选 对辩论信心满满 不过谈到登记后 维安规格提高 身边一下子就多了 二十几个随护 二十四小时待命 让林瑞雄很不习惯 我在睡觉他们还要二十四小值班 我还有人让干 我都感觉这个 太多了 对我来讲 我感觉很抱歉 不过也感觉期望他们不必这样 因为两个人对我就好 可是之前你不是说 你有被恐吓有生命威胁 在部级的人 在对我生命有威胁的人 应该懂得我在讲什么 不过他们应该为南逃公道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南逃公道 请他们小心 因为我懂得 我懂得很多 他们都不懂我这个人 是做电磁波汗脑流的专家 电磁波汗行星生理的影响 我是专家 他们竟然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对付我 好了 我不讲了 次报可能遭到监控 却又点到为止 林瑞雄的劲爆发言 就像他的人一样 总是让人摸不着边 明镜新闻 陈秀吴培佳 泰北波导